欢迎来到我们7月15号的Hightable Community Code 第52次 对我们整整两年了 大家都在听我们讲一些Teahouse的进程发展 我们一样一开始会分享一些时事 然后时事可能就是现在的市价股价 最近的什么影响到币价的行情世界大事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就如果最近要讲的话 那就是当然是从比例时回来 那谢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Teahouse Hightable Community Code 所以大家现在币价开始回升了 比特币今天这个周末因为川普感觉一副要当选的样子 所以比特币就回到了63,000左右 快要到63,000左右 所以接下来我认为接下来就是一片欣欣向荣的 就是一路到今年年底川普当选 只要今年我觉得川普能够活着当上美国总统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比特币10万不是没什么问题 那就希望川普能够活着当上美国总统 前一阵子台湾有在抓的那个赌盘 叫做Polymarket 你如果现在点搜寻网站 选Polymarket.com 然后应该会出现一个什么刑事警察局的页面 已经盯上你了 对这个网站 但是我是基本上用跳板在看这个网站的 我就可以告诉你说现在上面赌盘长什么样子 现在赌盘是川普胜选 川普当向美国总统的机会是71% 通常这个东西只要56%你就要赢定了 就是在这个世界的民调 民调你有56%你就要赢定了 那目前川普是71% 那里面有什么呢 比如说拜登是20几%有可能当选 什么贺锦丽有可能2%的机会当选 什么甘乃迪 有一个甘乃迪的什么子子 还是什么之类的 可能有什么0.1%的机会当选 他就是谁有机会他全部都写上去 那目前就是 那叫什么 川普是71% 那按照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在美国大选情况下 就会是一本上市赢定了 那只是就是他要能活着当上美国总统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川普还说就是他 即使受伤耳朵 什么耳朵擦伤 他还会参加就是今年的比特币大会 有一个Bitcoin Conference 然后就是我忘记在哪 反正就是他也会参加 所以基本上共和党比民主党更支持 就是虚拟货币到一个非常 加密货币到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东西 那我认为 我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就是川普当选嘛 庆祝行行嘛 然后接下来降个席嘛 接下来到个超级高点 然后再一口气全部蹦掉 所以就是那个超级高点可能走到什么 2025的夏天吧 那反正这段时间我都是hold 都遇到低我就加仓 就加到自己都没钱了 就是我没有钱买新的其他东西了 我就是以次元BTC MSCR看到低点就买 然后反正就是买来买 那今天MSCR一定又是现在1500了嘛 所以就是很开心 就是你如果看到人他不会买比特币 他不会买ethereum 你就买 你就叫他买那个MSCR 最简单 就直接付委托MSCR 基本上就是 就大家都可以买到的东西 所以就没什么问题 那这就是 现在就是 基本上一片欣欣向荣嘛 就是德国政府已经把他们政府的比特币 全部卖光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德国政府讲说 还放stay in pool 基本上你没有比特币 德国就去死吧 这种感觉 对我觉得德国政府不太懂 怎么样就是 就是 就注定要当个穷人啦 就是你基本上没有比特币 然后就要当个穷人 然后有人贴我 在飞机上乱写的东西 反正就是我有 我买MSCR嘛 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有一阵子走在路上 就有遇到一些认识我的人 我说欸欸欸欸我也有买MSCR 然后我心里就觉得说 哇你们这些人就是有看我的飞出 然后完全没有就是 就是来留言或是按账 或是告诉我说我也有买 但是就是遇到我的时候 就会讲说欸欸我也有买MSCR 因为我 我从LA飞回台湾的时候 遇到我高中同学 就在机场遇到 因为他在他在UC Riverside当数学教授 他就说 我有买MSCR 然后我就说哇 这个人十年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 刚好遇到的时候就讲说我有买MSCR 那你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发现说 其实你在Facebook上面写MSCR 其实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那如果大家就跟着去买MSCR 那这个Michael Saylor就會 帮我们把这些钱全部拿去买比特币 然后他现在又要做那个10比1的Split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如果有一股的MSCR 1500块嘛 会变成150块 然后你会变成有10股 所以基本上你的数字有价值是一样的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就会让股票面额变小一点 那你股票面额变小一点 你就要比较有机会上Wall Street Bet 就是那个在GameStar 在讲Game 就到叫他散户去充斥的论坛 不然的话你现在1500块 有些人是买不起的 就像台积的一张很多人买不起 一张100万耶 但是你可以买零股嘛 那零股就是 对 所以变成就是说你如果把面额调降的话 那MicroStrategy如果面额调到150块 就是不是1500块的话 那会有更多人买得起 那就更让就是股价可以 比较容易就是往上走 那 就是 呃 这种我觉得就是 MicroStrategy 就是MicroSeller这个人 MicroStrategy MicroSeller这个人 他已经把华尔街能够玩的 就是这种 财务机制啊 都已经玩到极限了 我就觉得说 我觉得很佩服这个人 他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来炒股 然后炒到股价高了 我就拿去买比特币 然后比特币就会高 我股价就更高 然后就拿比特币 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正向循环 实在是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会觉得说 大家可以就是 呃可以去看这些看待这件事情 那我就觉得说现在都是心心向荣的情况 就德国政府去死吧 哈哈 那我们就是看着他慢慢就是成长 基本上就好了 好然后呢 呃再讲到那个Ethereum CC 就是 每年 每年呢 我们Ethereum的大型活动呢 它是这样分布的 每年的一开始 呃2到3月在 丹佛 就美国丹佛会有一场 最大的Ethereum的活动 然后那个场地是大 你可以想成大概有 两个大巨蛋那么大的场地 然后就里面山满的攤位啊 然后休息的地方啊 亥克松啊 然后再讲以太币的发展 那2月丹佛我们都有去嘛 大家都会看到我 在讲说什么打野嘛 就是说去拿一些赠品 那当然拿赠品都是讲好玩的 实际上你就要去那边完成 你该去的生意的目的嘛 那2到3月就是有 呃在Ethereum丹佛 然后每年夏天呢 都会Ethereum在欧洲都会有办一个Ethereum CC 那去年是在什么巴黎 然后今年原本 今年是巴黎是因为要办奥运嘛 所以就是不可能在巴黎 因为就跟人家都塞死 所以就选择在比利时 那我记得前年好像是在什么 黑山共和国的样子 反正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没有人要去 然后就 所以就是今年选择在比利时 然后比利时嘛 就是所以大家就想说没有去过嘛 然后就去一下比利时 那我就从刚刚我刚刚从比利时回来 我昨天从比利时回来 我昨天从比利时回来 然后就是就讲说 OK好那就是比利时现在状况怎么样 那我去了就是Ethereum CC在比利时 我就觉得说 其实里面的会场里面都是非常非常科技focus 就是里面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的Crypto Bros Crypto Bros就是有一群 哎呀就是你在ABS里面会看到的人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等一下 台湾不是有一个活 8月不台湾不是有一个活动吗 那个就是比较像是Crypto Bros 会去的活动 就是一些我们来炒币 我们来赚钱 那这些人 那这个Ethereum CC里面的人呢 就比较偏向压堆就是技术宅 就讲说我们破碎的liquity要怎么办 那我有写文章讲说大家都在讨论说 我要怎么样做一个另外一层架构 让大家在做跨链桥的时候 不需要真的把钱跨来跨去跨来跨去 因为这样会产生很多魔号 然后会让整个区块链非常频繁 在做没有必要的跨链 那我要怎么样去创造更多 就是像这样子的 这是一种基础建设 那我就觉得像这样基础建设 就变得非常成熟了嘛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Layer 2的质率非常低 然后大家都用Layer 2 导致Layer 1的质率也非常低 没有人用Layer 1了 反正就是 其实我们就会变成说 就觉得说OK好 那Ethereum这个架构 是非常非常成熟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然后它在开始解决一些 因为有太多Layer 2 这个Happy Problem 你最糟糕的情况是 没有Layer 2 没有人要用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 你有太多Layer 2了 然后变成那个liquity 非常的乱 跟非常的分布不均 那你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当然你不是要它分布均 你是希望说就是 呃 你希望怎么样去统合这件事情 那 呃 就在这个Ethereum CC 就主要在讲这件事 然后就说我要怎么样 用什么 不同的 呃 移转过来的时候 我不需要那个7天Stating 或者是我不需要再做什么事情 那 我觉得这些听听就还好 只是就是你要知道 所以变成说是 整个区块链的基础建设 从Layer 1到Layer 2 甚至Layer 3 我们已经非常非常 就是终于完成了 有点像这个很完善的基础建设 就像是我道路都盖好了 我有高速公路 跟一般的道路 我都盖好了 然后现在就是车子可以开 然后不会像以前一样出现什么 塞车啊 或什么跑不掉啊 掉block啊 或什么奇怪的烂问题 那现在这些东西都解决了 我们要找的是 用谁来开这台车 不是 谁来就是 哪里会有人上车 哪里会有人下车 我们要想办法去找 那所以现在变成说 是Ethereum CC 也在强调就是应用在哪里 那所以就会有 什么 decentralized AI 这个AI乘blockchain 我觉得 我目前看到AI乘blockchain 我要老是跟大家讲 我没有看到一个东西不是唬烂 就是 我要卖币 我卖币的原因是因为 我要去买H200 就是那个 NVIDIA的 那个 那个运算 我要去买那个卡 我要去买显卡 然后我要卖币 我要买显卡 然后我就有算力 然后我就可以跑我的这个去中心化 区块链 AI区块链 然后我觉得这蛮狗屎的 我觉得 只是没有道理做这件事情 那 Social 就比如说 现在就是开始我们要用一些 不管是Social 游戏 或是其他的方向 去想办法找一些真实的 Widepress使用者进来 这样这个Layer 2 才会变得比较强大 那这就是整个 基本上整个ECC在讲的事情 那ECC中间也发生过非常 因为比利时老实说是一个自然蛮差的地方 那 其实也发生非常多糟糕的事情 就是有很多 就是 就是我们这些人 一下飞机就被抢 其中有一个人 大家都认识 就是 那个XY Finance的 我要沈黄一下飞机就被抢 就是 他有 就是 对 他一下飞机就被抢 然后 对 然后他就是 那真的很衰小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从比 比利时的机场一出来 然后你拿完行李一出海关 那个机场 那个自动门一打开 然后你通常会叫Uber 你会叫Uber 然后就是坐车到你的旅馆 然后呢 你叫Uber 那大家都知道 Uber通常不会停在 那个车子的 就是 不会停在机场门口 他会叫你去某个地方搭Uber 那 呃 所以就是 他搭Uber的地方 就是你从机场门一出来 然后过一个马路 然后就会走到那个 停车场的 你要坐个电梯到停车场的四楼 那停车场就是Uber 有个地方是专门载走你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说 因为就要坐那个计程车 或者是一般民众的分流 所以Uber都是在这个比较地方 那过一个马路 那个马路的大小 比一般台湾的十字路口马路 还小的斑马线 然后就在那一个斑马线上 Wallsen一走出来就被抢 他怎么被抢呢 就会有一群人冲上去 然后泼他漆 然后就哎呀呀 泼到漆啦 然后说哎呀好脏好脏 我帮你处理 然后就一群人把他的 包 把他的皮包 手机跟电脑包抢走 然后就 接下来就 他又去买手机 就去 我没有当场遇到他 但是就是 就是这件事情有传出来 然后就觉得说 因为一大堆 也不是一大堆 大概总共有六七个人 在比利时 遇到这件事情 因为好像就有 专门的犯罪集团在 专门在针对这些 币圈仔们来抢 因为就是 就有钱嘛 对啊 就是一下飞机就抢 所以就是 这件事情就有发生 在Twitter上大家都有讲 我们只是不知道说 哦原来有一个人 就是Wallsen被抢 我觉得干嘛 他真的衰 我就觉得 哇靠他真的 最近真的 这几年都好衰哦 那个FTX 那个也真的不能怪他 但真的好衰哦 反正就是 对 你这次去货场 你有穿那个西装外套是不是 就看起来比较没有钱 因为那个是乞讨 为什么穿西装外套 就看起来没有钱 不是吗 为什么 对不起 因为你感觉是去工作的啊 那种穿的超casual的 就感觉是 去那个 发钱的 我知道 他一定都穿Balenciaga 他都是穿Balenciaga 他都是穿Balenciaga 对啊 但是我不知道他 我就是穿的一副就是 我要去乞讨的 一副要去就是 要钱的那种样子 就是说 给我钱 我穿西装来上班 然后他没有人理我 反正就是 对 然后比利时就这样 然后西装还不错 有一次有五后雷震雨 我有被下 我有被领到 那除此之外 我觉得就 他逝去在很中心的地方 然后观光就是 也没什么可以观光 可以观光啊 你就是看看城堡 看看教堂 你看到第三个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哦差不多就是那样 然后吃吃巧克力 然后吃吃比利时薯条 然后就吃一吃 也觉得说 那个麦当劳现炸的薯条 有可能 没有比 没有比你难吃啊 对啊 就是你如果去吃什么 那叫什么 猫下去的薯条 好像也没有比 比什么比利时薯条 来难吃啊 所以就觉得说 啊好像还好 那吃了什么淡菜 我也觉得 是还不错啊 但是你吃到第三盆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哇 这个淡菜实在太多了 受不了了 大概是这种感觉 反正就是 他就是一个大概 你一两天就可以玩玩的地方 那比利时大概就是 就是这样 然后 对 呃 就是很多奇怪的趣闻 然后他就说啊 这一届办完 那我们下一届 他就公布下一届 他会在坎城 他会在法国坎城影展 那里那个地方办 然后我是觉得 呃 那是不是又要去的呢 反正就是坎城了 没去过也是去一下 那大概就是 这就是EtherNCC 基本上都会讨论一些 Infrastructure Infrastructure最重要 再来是 DeFi最不重要 但是DeFi最不重要 Infrastructure最重要 然后再来是Application 就是啊 游戏这类的次重要 Infrastructure先 再来是游戏 然后DeFi最不重要 但是就是这样 那回过来讲 为什么DeFi最不重要 因为DeFi 对他们来讲说 好像现在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产业嘛 就是你这条链子上面有Uniswap 我这条链子上面也有Uniswap 你这条链子上面有Landing protocol 我这条链子上面也有Landing protocol 反正大家都在竞争 做同一件事情 然后竞争Liquidity 那我们像我们T号的这种Portacle 就变成像是说我们在干嘛呢 我们在 哦你也要做这个啊 哦好啊 我来做个Liquidity Manager 哦你也要做那个啊 好啊 我来做个Liquidity Manager 所以呢 就跟我们接下来 跟我们分享的东西都差不多 你每两个礼拜呢 来看我们T号都会来说 我们又有新的LP Pool要出现了 首先我们第一个LP Pool是 有一个有在发奖励的是 那个WMNT 它就是 它是哪里啊 它是那个吗 WMNT是哪里啊 WMNT是哪里啊 WMNT Token 然后是在MNT上面 然后再发 对它在MNT OKOK 它发AUSD的奖励 它发USD奖励就很好嘛 起码就不会掉线 就不会有什么奖励不够的这个情况 那它WMNT WMNT 这个配合 它是有AUSD 对WMNT 对WMNT 跟AUSD 对USD 对USDT 那AUSD 对USD 就大概7点多% 真的没什么搞头 听起来7点多% 根本对大家来说 已经不是一件事了 那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赌 就是在现在有Upside的 USD 对WMNT 那现在有130% 然后呢 我们会接下来跟RAMS 有一大堆合作 所以APR现在就也是都还不错 那就是都是稳定币的配合 都建议说如果你害怕风险的话 丢稳定币的配合 因为你都会起码可以拿到T point 那我是不知道大家听这些东西 有没有听腻 因为就是每两个礼拜就是一样 有没有新的东西 看就是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 很多人就是跟我讲说 有新的词 要不要放 我都跟大家聊 我已经没钱了 就是我钱都已经放到有的地方去 我要把钱拿出来 那这类的感觉 那我们除了有RAMS的合作 我们有Mentos的合作 我们还有KPi的合作 那就是KPi它有一个比较 就是有趣的投票机制 那等一下Ted要不要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个投票机制 如果有你们来解释 可能会比较好玩 对不对 还是你不要 可以啊 还知道Jack要讲 Jack比我还懂 我可以讲啦 这投票机制 KPi他们会有个Token叫CKP 然后呢 他们手上有一大堆CAK Token 然后他们占CAK 我忘记Pancake Spot里面 多少CAK Token 有个很大比例 然后呢 40% 40% 占Pancake Spot CAK Token 全部供应量40% 那anyway 你今天买CKP 你投票的CKP 一个CKP 一个CKP好像等于 大概7票的Pancake 那个VCAK 那简单来讲就是呢 你用CKP 投票给Telz的Volt Telz的Gouge 这个叫Gouge 然后Gouge 拿到钱了之后呢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Volt 投给VCAK的投票 投到直接Volt裡面 然后直接Volt 拿到很多的票之后呢 他会拿到更高对应比例的 Cake Emission 那因为Pancake他发币的时候 他们有讲说 有一部分币 会每个礼拜拿去发 当LP奖励 那这个奖励呢 是按照每个Port 拿到的投票的数量 来当做依据的 所以 这个Ferror是这样 我们投票给我们的T Point 然后我们这个Volt裡面 投票的票数越多 就会拿到越多的Cake Token 那就会有更高的APR 那就会有更多人想要投这个Port 所以我们的Ferror是这样的想象 所以大家如果有闲钱的话 可以去买CKP 或是放在我们这边 然后买CKP 然后投票给我们自己的Port 现在谁有闲钱可以拘送啊 我猜 Irvin跟Daniel应该有 好 好 好 Easy Target 大佬 大佬 OK好 好好 那 就是这些投票机制是蛮好玩 也是我们想实验的 我们想知道这种投票机制 老实说我想知道他可以撑多久 对反正就是 来取决于我们将来 要不要做这种投票机制 所以我们也想要 我们想要参与 然后也想要观察看看他们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都很有趣 然后在Metal上 有个新的交易手 叫Celo 然后他就是也有一些移地缘的Pair 然后我们就是 我们会把它整合起来 它也是一个V33的生态 然后直接合作 会发现这些合作都陆续的在发生 而且就是都停不下来 就是一个接了一个 一个接了一个 当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就表示T-Hot Finance 这家公司做对事情 就是你的合作都停不下来的 你就是这一期有什么 下一期有什么 然后永远都是开发 这变成一个 Labor Intensive的工作 那就是我们每做一个这样合作 TVL就可以涨个两三百k 然后对那就是不做还不做 这就是那种你得要用力的伸手去摘那些低垂的果实 然后就是但是你在摘的时候 有时候会就是你得要真的要踮脚啊 用力的去摘这样之类的 对 那就变成说是我们得去做这件事 那做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增加快速的TVL 然后它可以跟其他人产生合作 然后坏处就是我们真正要做 我们不是有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交易手吗 然后它的进度就会一直delay 所以就会一直往后推 一直往后推 现在一定要Q3了 我们这件事情还是 目前还是个问号问号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才讨论出一些UI的细节 那所以不知道什么都做完啊 我不知道这个做完 我觉得听起来要是9月啦 那大概就是 现在teahouse的状况 那 我们这次去有个重 去以S&C有个重大的目标 就是想办法让 STARNET Foundation认识我们 所以我们有拿到 算是有它没有 要准备宣布 我们在STARNET Ecosystem 有拿到他们的Grant 然后我们跟JedaiSwap的合作的reward 也要准备发放 是JedaiSwap本身自己的stock reward 因为它会发stock 然后就会变成说正式宣布合作 那接下来我们跟JedaiSwap的 就是帅气的印度YC长 我们叫它印度YC长 原因是它是从YCombinator出来的 它是一个看起来正气凛然的印度人 然后讲的一副就是每天都在讲 我们要为user做这些视频 我们的user很重要 我觉得OK好吧 那就是希望他能够 对 希望他能够deliver 他之前对我们的promise 说他们的TV要多少 那他的TV有多少 就是我的TV 所以我当然希望他能成功 那像这些事情都是 会每两个礼拜会非常非常routine的 就是你会发现说 我们又跟这个合作 又跟这个合作 那我们接下来最期待发现的事情 是我们希望能够在JedaiSwap上面 管理一些他们发行新币 就在STARNET发行新币的 项目方的token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EthereNCC的时候 有遇到一组人在STARNET上面做游戏 他做什么游戏 他做的有点像Pokemon GO一样的AR游戏 他是就是把手机的照相打开 然后他打开那个游戏以后 把照相打开以后 他就会在限制生活中 你就会晃晃 你就会发现你的怪物 然后一直按手机就可以射他 然后你射掉多少 可以什么样子 很像Pokemon Ball 就是你在限制生活中 遇到Pokemon 然后你要丢宝贝球 可以收服他这种感觉 那他是属于把它射倒 有点像是 有点像限制生活小蜜蜂这种感觉 那这个项目的名称叫 发的币会叫XAR 然后他们可能8 9月就会发币 那目前他们这种项目方 就会说 那我在STARNET上面发币 我要选一个交易所 就是LUNCH 那那个交易所会是什么呢 那他们的直觉都是要放在 就是Liquidity最高的地方 比如说Equibo 那我们就变成说 是我跟J.SWAT 就要去说服他 你在Equibo上面会有什么问题 你如果在J.SWAT上 你这个东西是受到保护的 由J.SWAT 跟我们来T-House 来保护你 那他们就会有点像是 似懂非懂 就是哦 好 那我们回去看看 那我们的目标 就是跟J.SWAT上 尽量去争取这样的客户 因为我就跟私下跟这个游戏的Founder 讲说 你一个好好一个做游戏的 为什么你要在STARNET上面做游戏 那他也就是认了一下看着我 因为那个是一个STARNET所属的会场地 里面所有人都是STARNET的人嘛 然后他们就是有点像是 怎么会有人问我这种问题 我们不是都是STARNET的人吗 然后我就讲说 然后他就说 我跟他讲说 你会选STARNET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相信STARNET layer2的技术 是最完美的 不会出什么愚蠢的问题 像ZK-SYNC ZK-SYNC或ZKEVM一样 他说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那 所以我们就会有共识嘛 就是我就会说 技术人了解技术人 所以你要相信我们就是T-House的技术能力 然后就是可以把他处理 那这在当下都相谈甚欢 他最后有没有close的话 我们就要看我们的 J.SWAT的印度YC仔Rohit 能不能close这个deal 那我是不知道他最后要怎么办 那我希望能够就是好好的完成这件事情 那如果完成了 你就会在T-House 你会看到T-House在STARNET上面的TV 一直不断增加 影响力也不断增加 那我们就在正确的方向上面继续前进 我们合作伙伴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这我觉得这个就是 因为你成功的例子 接下来大家要发币就是选你嘛 所以变成说是 我觉得永远就是朝向 就是合作伙伴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然后接下来你就会 莫名其妙的被带起来 就是我在今年年初讲到的就是 今年的目标是用心交朋友 就在这个道理 就是你TVL就會莫名其妙的成长 200K 300K 200K 300K 虽然你都要花力去做 但是这样这种成长 是非常实在的 他不会因为什么必跌就不见 但他就是非常非常实在 你的就是你的 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朝向 这个方向去做 那相信大家有在听我们 也会知道说 那的确就是 有点无聊了嘛 就是 每两个礼拜都在讲说 我们又有这个新的词 又有这个新的词 又有这个新的词 对 那 那 那如果你有还有钱的话 那就可以摆一下 如果没有钱的话 也没关系 选你最觉得最好浓的地方浓 那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 另外要注意的是 我们现在开始被诈骗集团盯上了 前一阵子有 诈骗版的Pad 在我们的Discord上面 他就是 那个颜色不对 就开始讲说 OK好我可以帮你 我是TL的小编 什么之类的 正版的TL团队 会有Dmate的身份 或者Supporting的身份 那你如果看到那个颜色是红色的 那是那种一般民众的 那他就不是一个 就是 他就是假的 他基本上就是偷了图 然后取一个这样的名字 就可以就是 骗大家说我是Pep 这种感觉 那 对 所以就是 我相信在听之后各位都 基本上不会被骗了 但是还是 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 英文的顾客开始进来 我们总是有合作伙伴 那就是还是希望说 等到我们开始转成 我们一直说接下来 要开始转成英文 一直还没做这件事情 但就只是说 我们接下来 就会开始有一些 英文的AMA出现 对 前一阵子已经有了 就跟什么CupDAO 跟什么 就是跟我们合作伙伴的AMA 都开始英文行事 我们现在开始慢慢走向那边 一切都如同 我们两年前预告的方向 对我们一直在扎实的往这方向走 我们T-House很不幸 不是那种瞬间爆发 成功发个币 从此以后大家发财 然后解散的这种公司 但是 这两年来 我们做的方向 其实大致上都没有变 然后都有稳定的朝向更高TVL这种路线去做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会是 最后我们会是台湾最高TVL 跟最多就是周易的公司 只是我们需要时间 大概就是这样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会快速的批批啪讲一大堆 对 对 对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 嗯 好 这次比较 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讲得太清楚了 有到有屁方屁 对好 讲得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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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 这次来听的是说老人没有人想要问我们问题 我觉得没关系啊因为我们两个礼拜后会有什么 两个礼拜后 我们我们直接想两个礼拜后最大的合作是什么 对不对 我不知道耶 其实就这样啦 轮左 轮左 轮左是我希望啊 我希望的 可是 我觉得我们的运气都是不可能照着我们的希望 会安排这样加分的 对不对 我有去算命 算命老实说 八月 那个 印度人要起飞了 跟着他走 没错 罗希 对我去算命 对 罗希八月份要起飞了 交交给他 难怪罗希那边你那么看好 原来有神秘力量在后面啊 没有老实 中方的神秘力量 我去算命 然后算命想说 哦你这个印度人很不错哦 抽卡 哦抽到一个人什么手拿着火炬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哦这个会忘哦 什么什么之类的狗屎 然后我就OK好 八月 然后起飞 那我心里想说 哇靠你八月要起飞是不是就是你 Sternite这个发臂 要发在J.D.S.W.A. J.D.S.E. 是不是要爆发 然后我就躺就好了 这种感觉 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当你爆 都不知道要干嘛 都跑去算命了 我真的觉得有点奇特 但就是 其实这段时间整个 今年的Q1 Q2 我们都非常扎实 我们从 requity五百万美金 一路就涨到接近一千万美金 一切都在我们的 就是计划 跟我们的就是掌握之中 我觉得今年年底 我们就会达到一千五百万美金 当然啦就比较要涨 就是涨到一千五百万美金 然后我们就舒服了 然后就可以有更多更多好玩的案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维护我们T的并驾了 大概是这种感觉 对 好 呃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突然想到要讲这些 对 对 相信东方神秘力量 好 真的啊真的没有啊 没有啊我们今天要到这边 我就要回飞兔上面开始去催MSTR 转换身份了 转换另外一个大使了 转换身份了 转换另外一个大使了 对啊 然后就是当MSTR同胞会会长了 对 很多人都说 欸MSTR现在还可以买吗 一千五百多了 我就说 干七百跟你讲的时候 你不买一千五百 那你就买啊 对啊 汇到三千啊 你怕什么 对 汇到三百 MSTR汇到三百 他有个reverse split 所以汇到三百 讲说什么 从一千五到三百 听起来蛮糟的 那就是他汇到三百 好 那我们今天的AMA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的捧场 我们两个礼拜后见 两个礼拜后 希望我们的TVL又更高 可以给大家更多好消息 那越好消息到年底 基本上我们的整套计划就越成功嘛 大家都跟着我们这么久了 总是要开始 也要就是伸手摘一些低垂的果实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吧 我们希望川普当选 然后比特币一路往前冲 以C元的ETF上限 然后也带着价钱往前冲 他不用做什么 把价钱往前冲 冲高就好了 那大概就这样 好我们大家两个礼拜后见 拜拜 拜拜 拜拜